完美 哈囉大家好 我是Erika 我是達爾 今天來到絲大夜市 沒錯 小時候我蠻常來的絲大夜市 這就是我小時候的回憶 對啊 現在有像變化很大 今天要來開發絲大夜市的同班美食 吃一些舊食的食物 開發這邊有沒有新開的美食 或者就是陪著本宮走走吧 噢 你真是夠了 可以冷靜一點嗎 大家好 給我們買到的冰火菠蘿油 厚厚美 大耳推電力 對 小時候就是要吃這個 這開很久了是不是 但我印象中他之前在一個巷子 市場店是有很多店家的位置 都跟我們小時候的記憶不太一樣 好吧 就這樣吧 那我先講第一盤 香肥的吃香很好看 它很酥欸 如果沒有咬到油可以讓我咬一口嗎 油應該是要冰的 咬到油了 冰火菠蘿油就是要 外熱內熱 欸 它好好吃喔 它的皮好酥 奶味好重 對 它麵包那個是奶油吧 奶酥 奶酥味剛好 這大腿也才四十塊而已 然後現在搭飲料啊 九五塊 所以你就默默溜買了 你現在喝的奶茶 絲襪奶茶 好 你去看看 因為啊 微辰剛去香港回來 想說呢 喝喝看台灣的絲襪奶茶 跟香港的是否有不一樣 如何 絲襪奶茶就是 其實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會去茶 就是它喝起來會有一個色感 我覺得這個不好喝 它草味很重啊 就是它它比較 特感不像香港那邊 大部分喝到的那種 我覺得它比較合乎 這邊那個 這樣兩個家才八十塊 是個還蠻完美的巷子 我們下一站要前往的是神簡報 對 它聽說要搬家了 所以剛剛大了迷路 沒有迷路 我明明就走對了 而且我們還遇到 很好心的店家 欸 而且這邊的店 還是會依然 讓人家覺得很好逛 真的嗎 可是這邊都女裝呀 我們明天要來這邊逛這個 好 我們買到了徐季神煎包 對 它是那種小顆的神煎包 所以我們就來吃一波嗎 給你更多 你剛剛是不是有幾個超多辣醬的一顆 對啊 就是這一個 它剛剛快沒了嘛 欸 它好小喔 跟我們上次在通話吃的很多一樣 整顆塞嗎 是呀 很好吃耶 這個很好吃耶 是嗎 它超juicy的耶 等一下我覺得我嘴角 不對勁 好懶貝喔 好懶貝喔 我每天吃這家都很懶貝 很好吃耶 它一口塞下去的時候 你咬下去的瞬間會爆吃耶 它好讚 這應該是我吃過最好吃的神煎包 可是我吃的神煎包不多啦 所以我的皮叫比較少 它的皮就是比較薄一點 但也不是像那種 喔我懂你吃 對 你懂的嗎 就用那種吃 就有些皮啊 就薄的像小籠包 嗯 但它還是它保留它神煎包 該有的樣子 它煎得很脆 它裡面的菜量放的比較多 嗯 所以你咬下去 它裡面很濕潤 大分 水神煎包 哈哈哈哈 太嚇了 它怎麼了 它噴出來了 哈哈哈哈 茶吸管障礙 我不知道為什麼 這個奶茶喝起來 有一個花香味耶 因為它是花惹蜜吧 再來問問店員吧 現在很香 不好意思啦 太丞羞了 我害羞啦 它的茶很香很香 哪一味呢 哪一味 因為我覺得茶味有點就是 優秀到會讓人家忽略它的奶味 會讓人家忽略它的奶味 會讓人家忽略它的奶味 然後它很特別 它是可以自己選茶 然後再自己選一個 你想要喝的奶 而且我剛剛其實有注意到 它還有羊奶系列 因為我個人超愛喝羊奶的 我們是怎麼選的 是推薦的嗎 我就查到了四大夜市 有什麼網美推薦店啊 我一定要私心放幾間 拍起來會好看的店吧 我現在畫面色好看的嗎 是啊 我拍就好 不是啦我剛剛是說 店裡面推薦我們這一款嗎 這個是 冰式國爵茶 加初露鮮奶 然後它的甜度呢 因為它說它甜度是用黑糖調的 所以這個是 蒜糖 瑋冰 完美比例 耶 我們的滷味來了 超大帥 我們我們的滷味來了 我們的滷味來了 這間燈籠滷味 是不是吃到今天 雖然蠻有名的地標 現在做它的樓下的內用口 超安靜耶 不知道為什麼 對而且我們面向所有人 基本上我是點它推薦的東西 山豬其實我滷味沒有看過 我沒看過耶 以前都是在陽明山的山上吃的 小魚 豆豉炒山 欸好吃耶 它們吃不到什麼味道啊 甜甜的它那個滷味的醬 它有名的地方就是它的酸菜 酸菜的量下非常的多 但是蒸滷味 然後它一份15塊而已 蠻入味的耶 蠻有味道的 真的假的 其實我覺得 這間滷味成不成功 就吃它的麵 完全吸它那個滷汁 吸進去就吃到它滴鼻 欸我覺得我們吃這個看看嗎 這是豬腳筋 第一次看到豬腳筋 是我個人它豬肉瓜味 你吃嗎 這是餐廳的味道 太嚴重了吧 所以大家來吃它也是 千萬不能忘記有一點點濃滷味 真的 還有我最喜歡的玉米醇 那它位置其實是爆鍋 人也爆鍋 我現在超尷尬 我覺得它怎麼可以做到可以開店面 它就是個鹽酥雞店耶 怎麼這樣說人家 我只是覺得很好奇 只是因為我再也吃不下 欸你不是有吃過嗎 我吃過呀 那你覺得怎麼樣 蒜頭跟九層塔加好加滿 那我覺得應該就會好吃很多 好 其實我們剛剛決定要是燈籠滷味的時候 我也是說燈籠滷味 我覺得它就是比較便宜的一般的滷味 可是我發現它真的比較好吃 沒有它不一樣 它不會再賣豆花了 對我們剛剛就碰壁了 我們每次到夜市會碰壁一下 而且那間其實是我茶師大夜市美食 我第一間想吃的 它很有名耶 對啊為什麼 如果大家要吃炒飯豆花的話 我也不知道台灣哪裡才會賣 就是新加坡吃吧 我們現在來吃我們某一位同學的姐姐 特別熱愛的 北港豆花 北港豆花 我們點的是花生豆花 我們點的名字是紅豆豆花 紅豆豆花 紅豆豆花 我們點的名字是很厲害的 它不會 就在師大這個商圈啊走進來這兒 就在燈籠滷味跟師園鹹酥雞的中間 他們三家成了一個正 等腰三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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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完了 吃得飽飽的啊 欸我們吃了幾間啊 五間 五間 然後四百元以內 三百九 而且沒有一間是雷 真的沒有 我真的意想不到師大夜是這麼好吃 而且它規劃的真的很好 吃的一條嘛 旁邊都是可以逛的 胡適店 這邊的店家其實都很熱心 因為我們其實在這邊 我們目前沒有看到垃圾桶 對找不到地方丟垃圾 對可能有 但是我真的沒有看到 店家就很好心的 看我們手上有垃圾都幫我們丟了 我們現在是第二集來到師大 也是 那之後呢 大家如果想要我們去逛 哪裡逛逛呢 可以留言給我們 那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們按讚 訂閱 幫我們分享 謝謝大家 掰掰 掰掰